先把什麼,把剛剛講的那個路 在區先產生 那路接到這個產生 那怎麼產生呢 當然不外乎就取得了有沒有 那還好是區的部分啊 它其實 地址的部分 它剛好的位置啊還蠻統一的 剛好是這個台北市後面就是區 所以剛好,而且區也剛好三個字 所以這個區取得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如果要取得文山區 這幾個字的話 那我們前面用過嘛 從那個文字 差環數可以用文字 文字類的那個函數用哪一個呢 用MID有沒有 這個MID蠻好用的 MID的話呢給它 它問題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的資料在哪裡 在這裡 那STAR NUMBER是從第幾個字開始 台北市後面 所以輸入4嘛 第四個字 那我要幾個字呢 剛好區都幾個字 三個字嘛 所以你會發現剛好文山區幫你取到了 有沒有 第四個字 然後取 1、2、3、3個字 放這裡 然後一樣呢 返環到這個儲存格 按確定的話 然後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區的部分呢 那就大功告成啦 OK喔 只是說呢 比較麻煩的是什麼 像萬寧街 像宗孝東路 有沒有 還有像什麼 這是新生北路 那當然以前的做法啦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用什麼公式的話 哇那很麻煩 你可能要什麼 土法煉鋼來用 如果土法煉鋼來做的話 光這個資料的比數喔 那我們感受向下 總共的話呢 是3127筆啦 資料雖然不算多 可是如果你要用土法煉鋼的方式來做的話 恐怕你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所以喔 怎麼辦呢 想一個辦法 其實喔 用的方式跟上個禮拜的函數是一樣的 一樣用Fy函數 一樣用Mid函數 一樣用If or函數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啦 第一個的話 其實可以思考一下 規則 第一個規則是 像我們之前有錢瓜虎嘛 有沒有 Fy錢瓜虎 可是問題來了 欸 錢瓜虎 那可是這邊沒有瓜虎啊 但是喔 它有個規則 你會發現喔 這個 地址的部分喔 它一定會有幾個 幾個東西是固定的 一定會先有區 才會有里 才會有林 OK 那你會發現喔 其實這個地址給的喔 並沒有很統一 有的有里 有的沒有里 只有區 那有的甚至還有什麼啦 像底下你們可以看 這邊還有林的 有沒有 幾林有沒有 像這個是 有林有里有區啦 所以其實不統一很麻煩喔 那如果 當然你也不可能說叫他改資料啦 不能寫 寫沒有跟那個 公務員講說 你這個資料不會統一一下 如果你要有林全部都有林 不可能啦 所以喔 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 我們用邏輯判斷的 反正呢 我們可以先 在這個資料裡面找找看有沒有林 如果有林的話呢 那就抓林的位置 那我要抓的 比如像中層路這個喔 他剛好是這個林的下一個字 然後呢 剛好到路 路的位置 所以我只要知道林跟路 中間這三個字 那我把它抓過來的話 那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結果了 其實有點像那個 上個禮拜那個前刮鬍跟後刮鬍的位置 其實有點類似 只是說呢 我要怎麼做喔 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可以寫個公式 比如說這邊有林好了 插入函數 一樣的嘛 用那個上個禮拜用過那個fine 所以第一個 一樣用fine函數 那fine什麼啦 fine fine0好了 看看這個裡面有沒有0 如果有0的話呢 那就幫我找到 所以這邊找一個0 然後 再來的話 去哪邊找 一樣嘛 去那個 這個儲存格 裡面找找看 由 11 按確定 但你會發現 向上填滿的話 他會發現上面都沒有0 下面有沒有 下面有些有0 有些沒0 所以如果沒有0的話呢 那就會發生錯誤 什麼錯 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找不到0 OK 有的話告訴你第幾個字 可是問題喔 如果我希望說呢 通常他如果沒有0的話 至少會有0 那你 沒關係 如果沒有0的話 那你幫我再去找 你看看 這個敘述怎麼 敘述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 那表示是 Value錯誤啦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第二步喔 可以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一個什麼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要不就是什麼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用邏輯判斷 邏輯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可以用Effail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如果發生錯誤喔 所以這個 剛剛的公式貼上 如果有發生錯誤的話呢 如果沒有錯喔 那什麼事都不發生 就直接輸出剛剛這個公式 但是如果 裡面有錯誤的話呢 那我們怎麼做 如果找不到0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找另外一個 找李看看 有沒有李這個字 OK喔 所以喔 這個意思說 如果找不到0的話 那你幫我找一下李 你會發現按確定的話 他其實 如果有0 不會變 但是如果沒有0的話呢 往上填滿好了 看一下 你會發現喔 上面如果有李 就找到了 有沒有 如果找不到 這個什麼 找不到 這個 0的話 他就幫你找李 OK 有沒有 上面這邊 所以李的位置是第九個 這第九個 但是呢 像 這個資料有沒有 裡面呢 就沒有0 只有區 所以怎麼辦 所以喔 可以再把剛剛的邏輯再一次 那如果還是錯誤的話呢 像剛剛底下 這底下把它上來填滿好了 其實底下 還是有很多錯誤 那怎麼辦呢 其實喔 可以再做一次 如果發生還是錯誤的話 所以喔 一樣把這個公式 再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再放到哪裡呢 放到ifl裡面 把剛剛的公式再貼字啦 OK 貼了之後的話呢 如果沒有0也沒有李的話 那就幫我怎麼樣 去找一下什麼 找一下 區吧 OK 怎麼找 其實喔 你可以把 這個剛剛一樣喔 fine 刮鬥點 0 G6 到後刮鬥這邊這一串 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這裡啦 其實實際上就是fine 然後呢 把那個0的部分呢 改成區就可以了 意思 找不到0 也找不到0 那就幫我找找看 有沒有區啊 OK喔 所以如果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向上填滿 再向下填滿 理論上 應該就是都OK的 除非裡面的資料 是有缺的 OK喔 好那你可以看到喔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路 接到的 前面那個字 的位置在哪裡了 有沒有 所以喔 你看這個是第9個 第9個就是 這個第1 有沒有這裡 然後我只要怎麼 它的下一個字 再去找它的後面這個接的話呢 然後把中間的字切出來 那我就可以得到 這個 什麼呢 萬寧接這部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第一階段 畫面呢 現在還給各位 那這個公式喔 已經 已經相對是比較複雜的 那只是說呢 當然如果 這個在一般的 資料處理上面喔 絕對也不可能太簡單啦 因為現在很多資料來的時候喔 當然呢 不是說剛剛好 你要做那個 統計分析的資料 就剛剛好那個有固定那個欄會給你 通常是沒有的 那如果沒有怎麼辦呢 那你就變成說 你要自己把它變出來 那通常是會從什麼呢 從資料裡面喔 去擷取它 某一個部分的資料 而且呢 通常呢 也不會放在固定的位置 你只大概知道說 它有一個固定的邏輯 那你要怎麼樣把這個固定的邏輯喔 變成一串的公式 當然就是使用那個 Excel 這個 比較重要 的觀念啦 所以喔 以後 當然 資料 第一個 數量只會越來越大 像這個3000多比 還算小case 第二個的話呢 變化呢 複雜度也會越越高 所以怎麼辦 如果你不能夠用對的方法 去解決剛剛講的這個問題的話 那你勢必永遠都有做不完的事情 所以喔這個當然不可能用土法蓮鋼來完成的啦 不過我相信喔 還是會有很多人 用土法蓮鋼 那真的是永遠 效率不髒 所以喔 如果你退位 剛剛講的方法的話 大概五分鐘就搞定了 但如果不會的話喔 可能五個小時都做不完啦 OK喔 請各位試試看第一階段喔 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個 那一條路接到的前面那個字是什麼 再來我們要去找那個路接到 他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那把中間的資料切出來之後 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OK喔 試試看喔 謝謝大家